地和房产 涉及到这种合规的和非合规的 那我们要尊重现实状况 我们讲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深圳还有400个平方公里 是集体用地的建设的村庄 就集体建成厂房 商铺出租 深圳总共是1900个平方公里 接近2000个平方公里 还有400个平方公里是有待改造的 城中村都是那种握手楼一栋一栋 然后这是出租成工厂写字楼 这种比较低端的人群居住的地点 那这些需要更新 更新的话你就需要用新的模式 否则你用老的模式 这个社会矛盾很尖锐 它就更新的很慢 当然这当中会出现一些不平等了 所以你选择在北大变成北大学生 还不如选择做深重城中村的农民的儿子 这农民择一栋房补两个亿 对吧 你在北大毕业里你什么时候能挣两亿啊 所以说明这个投胎是一门高技术 并不代表这考试是高技术 对吧 你投胎投对了投到那儿 对吧 择前两亿 对吧 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 对吧 我母亲家原来就在保安 然后她考上大学了 把户口就迁到北京了 我们就跟着 就变成北京市民了 结果我们就抗抗诗抗诗读了博士教书 回去一看那个表哥 分了七套房 好几个亿 对吧 然后她初中不用毕业 然后就开始吃一桌饭 她比你有钱 就要知识改变命运 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 就是每个人的获得感不一样 当然我们在北大教书的获得感会强烈一些 就你天天让你打游戏 玩麻将 喝酒 卡拉OK 你会逆味的 那不是一个好的人生 只有不断地面临挑战 对吧 然后每天自己都在进步 这才是一个 就是一个社会贵族和精英的进化的历程 对吧 不是不能以钱来论 对吧 当然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比他要好 对吧 就是综合的比他要好 对吧 他也很有钱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花 乱花 浪出很多矛盾 他无往不在自己的深渊当中 对吧 但是这是反映一个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的说就是平常人来看 他是以财富来论幸福 对吧 那么当然是更富裕的人会更幸福 这是这确实是真实 但是也不能够太绝对 对吧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平等 就创造出很多新的不平等 对吧 那你要在深圳当一个农民 跟你在甘肃当个农民 那就差太远了 现在甘肃要把他的土地都用不出去 他要把他的用地指标通过地票的形式 卖给东莞深圳 就说什么意思 东莞深圳他已经没有用地指标了 到了极限 那他还要建一个楼怎么办 他就像甘肃那里 把那个荒地种成树林 搞成绿化 搞成这个 就是不能再做建筑的 这些变性 对吧 那来冲底 他没有指标 就是你是有空规 有指标 你这些地方只能做绿地 只能做工业 有多少比例 你没有指标 没有指标 你要跟甘肃买 甘肃有指标 他没用 没钱建 即便建好了 没用 就是你建的厂房没人去 对吧 那他为什么没人去呢 这就跟地理有关系 因为全球最方便的航运是海运 海运输工具是海运 你路这个集装箱车运输是有限的 对吧 你这个万吨 十万吨 二十万吨 三十万吨 巨轮 然后能落多少个集装箱 所以大海是最廉价和最没有成本的高速公路 所以深圳的盐天港 多少年是全球第一名 那他就在那里有很多生产商品的集中 对吧 你甘肃就没有 你是内陆的 对吧 那你工厂你要运输来 运输成本就太高 原材料 运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必须在港口附近 这就是为什么说是经济活跃会在沿海 大家去从整体上去理解 这些其实都跟土地利用有关系 对吧 为什么坚定不移的要生活在沿海 对吧 这个不是 他这个全球的贸易趋势没有逆转 他离港口的远近跟那种贸易的繁荣 还是决定的 决定的发展 所以你不要说人家美国贸易制裁对我们不严重 他不买咱们的东西 咱们的产能80%是给外国人准备的 咱们自己的人消化不了 咱们都卖给东西美国人不要了 咱们卖给农民 农民想要没有钱 没有钱能买吗 没有钱就不能完成交易 对吧 就是他是有需求 但是没有支付能力 所以你不能觉得国际贸易 他对这个不重要 但是你大家可能平常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都在沿海 为什么发达地区都在沿海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贸易 他所依赖的土地 就是在沿海 那为什么沿海经济会发达呢 那么 为什么你像苏州深圳会发达 他外乡亲企业 他对于这种产品定制的品质要求很高 他对他品质要求很高 就会带动当地的生产力水平 就你的客户对你很挑剔 你的产品就做得很完美 很完美的话 你当地有很多工人在你这工作以后 他就学习创业 他再做产品卖给国内的人 可能比你的产品差一点 这就是民营企业 但是他也达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为什么一定有外贸对一个城市很重要 因为是客户的要求很苛刻 很挑剔 他会提升你的制造业的水准 然后你再溢出到当地 你没想过这种经济关系没有 对不对 就是你外贸可能不挣钱 你出口一批东西可能7%Б%8% 但是他提升你当地的制造业水平 他会培养你的技术骨干 管会产生技术的溢出 对不对 所以这是核心 你要解释中西部地区 为什么跟东部地区不一样 他有没有足够的外贸企业 都是一些自己的内销企业 中国人对自己的产品要求就低 虽然你要注意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是用开放来促进改革 就是别人家的要求高 会逼迫我们提升水准 提升我们的能力 如果我们都是个自洽的系统 自给自主的话 那就随便大家穿土布 穿布鞋 自给自足 但人家有它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注意 贸易体系对经济的贡献 尽管出口所占的分得和比重 在GDP的占比并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 并不是很高